主料,丝瓜100克,西红柿1个,鸡蛋2个,主料,石油2勺,盐,胡椒,葱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好丝瓜,西红柿,鸡蛋,丝瓜去皮,洗净切滚蛋块,西红柿洗净切鸡蛋,鸡蛋加盐打散,锅中油烧热,将鸡蛋划散,锅中油炒西红柿,用锅铲压出汁,倒入丝瓜,加盐, 胡椒翻炒均匀,倒入鸡蛋,加点水,汤水煮开,调味即可盛入碳中,烹煸技巧 1.丝瓜不宜生吃,2.丝瓜的味道清甜,烹煮是不宜加酱油和豆瓣酱的口味较重的酱料,以免强热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